你能不能别把她进回家来住啊 我跟你说话呢 张子晨 不是 她是我亲妹妹 一个妈生的 她就在这念大学住 咱们家两天怎么了 碍着你什么事了呀 你天天花钱填补你妹妹 那凭什么来这蹭吃蹭喝啊 你带她买电脑衣服手机 你给我花一分钱了吗 不是 我没给你花钱吗 我那两个信用卡 不都让你刷爆的吗 你不是跟你闺蜜 去碰你喝酒 今儿去做美容 我花你点钱怎么了呀 你给她买那么多东西 你怎么不提呀 再说她刚上大学 用不着花那么多钱吗 不是 我花你一分钱了吗 我花我自己的钱 给我妹妹质本点开心用的东西 你在这儿知道花点什么呀 你现在啥意思啊 以后咱俩才是一家人 可是我嫁给你又不是她 现在因为她跟我发脾气是吗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趁我不在家的时候 让我妹妹帮你洗衣服收拾屋的 不是 我是给你钱少了还是怎么着 你让你这么对待她呀 这都成年了 做点家务怎么呢 你要不然就让她赶紧去寻书报道 要不然就让她哪来回哪去 再给我说一遍 你要干嘛 你要打我呀 你妹妹来三家那鞋上踩的 全是你家农村地理的你 你俩就给我新鞋来了一脚 她能不能看着点啊 鞋埋下来就洗了 我家虽然是农村出身 但不代表就比别人低一脑 不是嫌埋下来吗 那你走啊 你 当初你就为了让我给你买辆车 你带着你妈妈跟弟弟 一块去我公司门口 你怎么想的 还有我出差给你拿五千块钱 让你去看看我吗 结果你就买了一兜的破水果 和香破牛打 不是这是人能干出来的事吗 我不说是想给你脸你知道吗 但你是真给脸不要脸 我告诉你 我家人就是我的曲线 你碰个别笑碰你 哎张泽诚 滚